9月8日,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在秦始皇地灵博物院开展。据悉,今年是秦始皇兵马俑发掘50周年,此次展览是50年来秦始皇陵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成果的综合展现。 秦始皇地灵博物院推出了以秦始皇陵考古成果为核心内容的基本陈列,一方面是作为我们兵马俑坑遗址陈列的一个补充,同时也是以展览的形式来实现文物资源的活化利用,通过这些遗址和文物来展现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艺术、文化、精神生活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 据了解,展览以秦始皇陵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以秦始皇陵的设计思想为主线,展示了秦始皇陵的总体布局、礼制建筑、陪葬坑、陪葬墓及出土文物等。展览共分为秦始皇帝、立山为灵、公关百官、地下军团等八个单元。 因为作为遗址博物馆,我们最大的特点,也是一个最大的优势吧,就是我们拥有遗址,拥有考古第一现场,所以我们在展览中始终突出这个遗址的布局,以及遗址的文化内涵,让观众在大遗址的这个概念之下来理解秦始皇陵这些丰富埋藏它的文化价值。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出文物共计230件组,选择了50年来秦始皇陵考古发掘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精品,全方位多角度呈现秦始皇陵的面貌、内涵和价值,带领观众走进盛世强勤的历史花卷。 首次展出的包括我们秦宁外城东门遗址出土的这个建筑构建,然后071号陪葬墨出土的一些非常精美的文物,还有林寝建筑遗址出土的文物,还有一些带文字的这个建筑构建,带文字的瓦当,这个都是首次展出。 当日,还统计取行了秦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继秦始皇陵大遗址保护研究国际会议,大会发布了秦兵马俑1、2号坑现场应急保护实验室,即考古现场发掘与保护平台建设成果,并正式投入使用。 我们这个兵马俑它在埋藏很多年的这个环境之中,这个升期层就相对已经略化了,那么我们在把它挖掘的那个瞬间,这个升期层它就会瞬间的这个湿水, 然后它就有这个脱落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实验舱和保护舱的一个建立之后,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在这个升期保护,彩绘保护方面的一些能力, 然后使我们这个彩绘得以更好的能够保存在这个陶勇的身上。 据介绍,50年的考古工作,明晰了秦始皇陵以风土为中心,围绕风土形成内外城格局,以及分布陪葬坑的总体布局特征, 以及模拟秦帝国的都议格局、政治体制、宫廷生活、社会文化、军事制度等内容的规划设计理念。 因此,秦始皇陵考古也入选了中国百年考古百大发现。